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还没有追踪我的Instagram的观众呢 请记得马上搜索Alexa Deshi 然后按一个追踪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了 欢迎收看本期的 Like Tag 我是 Alex 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订阅按照他打开下面那个小铃铛吧 这样是我们一名科技型的频道博主 这样我获得一定的流量以及关注之后 平时我有时候都会收到一些留言就会问我 Alexa 你平时拿这样多电器速接 你到底是用什么背包去装他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样我今天就会为你们分享一下 我用什么背包以及我的背包里面会有什么 那先来介绍我的书包啊 这个也是我最近才知道它的存在的 它其实解决到我很多的问题 它就是NEO Smart出品的NEO Almighty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它呢 其实我觉得它的设计 以及它这个背带的舒适度啦 是蛮符合我自己的人体构造的 就是我背财我也没有觉得很累 而且它这个整体的设计呢 也不会说太过宅男的感觉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 这些格子里面我都会放什么 首先上面这个格子呢 我就放了一个我的Switch 还有一个我的AirPods 像我这个AirPods Pro呢 我用的是一个UNIKE 59.9的一个可牌的 像我其实觉得用了它半年之后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程度的磨损 而且每次跌下来的时候 都具有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作用 而Switch的话呢 我是因为觉得带好套 就看不出我这个是限定款的关系啦 所以我就没有带什么套啦 那我帮带这个格子原因也很简单 是因为平时我带MRT的时候 我很顺手的可以拿出来 或者是我那时候去朗高尉公干的时候啦 我也是把我的Passport放在这里 总之这个是放一个非常顺手的东西的一个地方来的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 最下一个这个格子啦 那这个格子呢 它其实是蛮大一下的 那如果你是放12、13、15寸的MacBook MacBook Air、MacBook Pro的话 其实这个格子啦 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因为我是用个15寸MacBook Pro的关系啦 所以我是放一些我平常去上班 会常常用到的文件啦 这样里面它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些小格子给你放笔啊 或者是铅笔和之类的东西 这样你也不用担心它 这里 你放文件啊 会讲 诶 这样你放这里零食啊 怎么放到下雨 这样你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它是用这个TPU的防水环保材质 所以诶 讲真的你来当雨产也没有问题 不过我不建议你这样子做啦 你要这样子做的话 你自己负责后果啦 这里呢我就有一个小活动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的话呢 可以先点个赞之后订阅我 因为你成为我的订阅者之后呢 你就有机会赢取iPhone S1D 带128GB一台 然后那个颜色咧 问你 活动的参加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等我的频道到了指定的人数 我就会拍发相关的奖品 那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呢 可以到我的FB专页或者是我的IG 实际人帐号查看更多的相信哦 再来我想分享一下它里面的构造啦 首先 这个格子的话呢 我通常会放一些小书本的话 是我平时上班的小底机 不过 现在我暂时没有用到 所以我没有放啦 这个格子呢 我会放我的一个Magic Mouse 像这个Magic Mouse的价格也是一个379块 然后这一格呢 我会放我一个11寸的2020年iPad Pro 为什么我不这样子放呢 因为它这个设计呢会有点偏小 如果你用9.7寸这样子的iPad 还可以放得下的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就是 我拿到的是一个大的版本 它这个放在套的地方 最大可以放一个17.3寸的一个手提电脑 像因为我用的是15寸的MacBook Pro的关系啦 所以我还帮买一个套在里面 像这个套啦 是一个Native Union出的这个保护套来的 像它的设计啦 外面是牛仔布 然后里面 里面是那一种 是那种防水的材质 所以我觉得设计相当好 而且我最想设计的地方啦 就是它里面呢 它是一个用一个棱形的裁缝 它其实是里面有海绵在里面的 但接下来我隆重推荐一下我用的电脑 我用的是2019年15寸的MacBook Pro 加上那个配置是i9 512GB 还有一个是Space Square的版本 这样我其实本身啦 是很保护很保护 我作为电子产品的一个人来的 所以我就用了Vbrand 大概百多块的一个Stacker 去保护它的外皮 再来我们再来讲这一格 这一格真的是蛮大一下的 这样它其实主张的设计啦 是拿来旅行 就是一个短途旅行用的 可是因为我觉得拿来给我上班 我觉得蛮不错一下啦 所以这一格我通常是空的 但是如果旅行的话啦 经过我的实测啦 那时候我去Langawi四天啦 我把大概四套直接衣服 还有三套睡觉衣服 还有塞的一个毛巾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两格你们一定会很好奇 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这样首先我来分享这一格吧 它其实啦 这一格不是用另外买的 这两个东西配件包啦 都是送的 这样这个配件包啦 其实它可以放 就是这个吧 这样这个配件包啦 它里面其实我觉得 是蛮够用一下的 它选这两格啦 一个会放我的Macbook数据线 一个会放我的Xiphone的数据线啦 这样这一个因为它比较大 它就会放在这里 对于我上班来讲啦 还是够用的 可是旅行的话 它就有点挤啦 因为你要放的东西 放的那个数据线可能会更多 再来我想分享一下 这个放肥皂的肥皂手拿包啦 而且对于一个人来 一两个人来用的话 两个人的那些肥皂也 可以放得下 所以不用什么买心啦 那我讲完我用的电子产品啦 还有我平时会把它们 放在这个书包的哪里之外 我还想分享一下 它这个没有Almighty的一个小功能 那首先我觉得 它非常贴心的一个小功能就是 它这里的放书包的地方 它是做到一个保温的效果的 刚刚如果你们有仔细看的话呢 还有看过我之前的预告片的话呢 这个格子里面也不会很陌生 因为里面它可以放Power Bank 然后插上它内置的数据线 然后再插在一个外置的数据线 就可以进行充电啦 那虽然我觉得充电速度是比较一般般啦 不过应付就是平时地铁这样拥挤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功能 因为你拿着一个很大块的东西 真是很不方便的 然后背包这边这个安格 我旅行的时候啦 我是放一些贵重的物品 因为我的那种休闲库没有很方便啦 然后平时的话我教你一招 你放你的时光前进就对了 你不要跟你老婆讲 你也不要给你老婆看这条影片 然后再来啦 其实它这个对待两边 还有一个塞卡片的一个功能 这样我通常是摊方便啦 我这边会放一个公司卡 然后这边会放一个地铁MRT卡 或者是我的房卡 然后这条小背带叻 它其实是用在你旅行啦 就是破拉基斯的时候 你把它撞进去它那个手柄那边 就可以进行完成固定啦 然后它这一边叻 就可以放你的HUBCHU之类的 不过这个功能我比较少用到啦 但是你旅行的时候是蛮方便的啦 最后我感谢NEO SPARK 就是赞助我这个产品 我才可以找得走的 因为我现在是找了很久 都找不到一个我觉得我满意的一个背包 要么就是太大了 要么就是不够使用 要么就是放不够做的东西 这样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售价也会讲很多分啦 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的功能 以及它考量的那个设计啦 都很为那些现代的那种科技背包啊 那种喜好者去量身定造啊 最重要是你出街旅行或者是做工哦 都可以完全的carry到 这样如果你们听了之后 你们觉得这个背包蛮设定 蛮不错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描述到下方的链接 进行那个购买哦 那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有关这个背包的东西咧 我也特地做了一个懒人包系列 去给你们观看 那你们有兴趣的话点击上方链接吧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个影片见吧拜拜